夫人甘震 就這麼巧 就王院長也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的小編有契合這樣 Catch the fever 現在是棒球季 我們就看棒球 世界都在講夫人 我們再貼一張夫人 今晚我早點回家簽你的時候 是也很溫暖 但是這個照片貼出來 好像就是你也講夫人 郭台銘長後宮甘震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但是顯然 顯然這三點就是 過去在11月24號的時候 秀琳姐你應該記得 在選前一天的時候 我預估說13個縣市 然後後來就是15有沒有 還被人家笑 你13 怎麼可能 就這居然還更多 也就是說去年的選舉 韓國瑜一人救全黨 把國民黨選到比國民黨 還要想像得更好 現在看起來是全黨在回憶人 就是不管是 大家都在有一個毀韓計畫 這個我就不敢講 如果我知道我就說 我不會說 其實我知道我故意裝神病 如果有 我就說我掌握到 我現在目前沒有 如果我掌握到的 我是在身後人 跟大家明確講誰誰誰怎麼做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三點 夫人干涉 要把李嘉誠打到你看得很討厭 然後要把韓國瑜的誠信 講到這個根本無誠信可言 是一個講娃來跨娃娃的一個 沒有擔當的人 他過去的那個形象完全不一樣 願意承擔願意接地氣的人不一樣 然後還有就是錢 錢的問題我剛剛第一段有講 那個非常憂心的點對不對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就有解決 雖然俗華一定比我跟韓社長更熟悉 可是因為錢的事情永遠很難講清楚 他現在也沒有說要去告稱政員 同志他也沒有必要直接這樣下去 剛剛惠元哥也講 可是也因為沒有真的進行調查 你永遠就像剛剛惠元哥擠的那個 到現在為止那個報紙還是留著 你就明明上廣播講說 你不要你要做完四年 都顯得很標題了 你再解釋 你今天又講一次對不對 兩個月以後還是有人會拿出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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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黨黨這樣講 還是 所以錯誤的印象 永遠就是在人的心中 你無法抹去 這三個就是全黨回憶人 一人就全黨 而且全黨回憶人 或者是甚至是兩黨要回憶人 民進黨也會家家一起罵 這裡有民進黨 兩黨回憶人 或者是多黨 連其他人都進來了 夫人 幹證 錢不清楚 沒有誠信 就是這三把道 現在目前 其實在我們看就是 韓國瑜的表情 我看到其實我看到三把道 插在那邊 插下去要給他死 修華你們國民黨內鬥 怎麼這麼兇狠 也不見得就是說 這是一定國民黨的內鬥 不過我相信就是說 他這後面可能還有就是 現在是太太講完之後 可能就是他的女兒的 交友生活圈 開始又要開始做一些的 收集等等之類的 不過我覺得就這個事件 剛剛韓翰講的 市長用人是一個原則 就是他的清廉度跟操守 也就是說剛剛韓翰講說 他對這個人是一定的熟悉的 跟信任的 所以他跟著 從憲議員開始這樣一路走來 他覺得這個人是可以用的 在高雄市我們都知道 市長剛到地方上 其實沒有太多的手邊 沒有太多的人可以來任命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被人批評說 好像用的還是 是這個陳菊的前草等等的 實際上你們可以看到 市長在用人的時候 他有一個原則就是 他很能夠包容底下的人去做事 只要你敢衝 你願意做 我肯定給你最大的支持 有一些問題沒關係我來扛 但是他講得很清楚 就如同他在他的證件發表會上面 所說的一樣 如果我們的公譜是為人民服務 可是你們今天為了你的職權在手 然後你要去卡人家 那麼去拿人家的好處 我絕對不會客氣的 我也絕對是法辦的 這一點他是非常清楚的 明確的一個界定的 我這些議員今天開這 我覺得非常好笑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把所有中央單位的 各級的所有的官員列出來 很多都是高雄幫 我看了一下 不管是李永德也好 陳經德 還有許傳勝 然後交通部王國才 衛福部何啟公 內政部陳嘉欽 保訓會的葉瑞宇 還有勞動部蘇立雄 教育部蔡清華 那麼還有發言人丁允公 還有退府會劉樹林 邱泰山 還有金管會李瑞昌 曾文生 許明春 等等 這些哪一個不是陳局 一手拉拔起來的 這些算不算陳局的親信事 而且都是高雄幫 這個還是重要位置 那就不要講說 其他沒有那麼重要的位置 比方說口義哥 那麼管碧琳的女婿等等的 這都還是親信 親戚有沒有 有 林美珠是不是蔡英文的親戚 表姐 勞動部長下來之後 還有金融的動作可以做 是後來被炮紅之後 沒幾天就重重下台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 這些議員要講這個議題 你應該去問一個人最了解 你應該去問你的同事 你應該去問陳志中 什麼叫做夫人甘政 夫人甘政最標準的 就是吳淑貞 吳淑貞大家如果還記得到 收購案 大家還記不記得 然後還有龍潭案 這標不標準 中信的孤家 他後面也說了 吳淑貞速度要跟他要錢 然後他還不曉得要怎麼送錢 還被吳淑貞罵笨 就是塞到名牌的行李箱送來我家 這個都是事實 所以2006年的時候 還有國務機要費 所以吳淑貞是被貪污偽造文書 是我們國家第一個 總統夫人被起訴的 你今天來講夫人甘政 你應該先去問一下 你的同事陳志中 什麼叫做夫人甘政 你說清楚吧 所以我覺得這些議員 今天扯這些 我覺得是你扯出來 我覺得這個對韓國瑜來講 他會覺得看起來很好笑 反而你就會自己 你們沒有辦法去反省 你先回去問一下你們陳志中 怎麼樣才叫做夫人甘政 郭淑貞說 現在是針對這個李嘉芬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針對韓濱 韓濱的交友狀況 韓濱的交友狀況 世間 接下來如果是針對韓濱 不如我在這邊呼籲 第一個正是從政者 要保護自己家人 大家不要像柯文哲這樣 把家人拿來消費 出了事要媽媽爸爸或者夫人 出來幫他講話澄清 或者什麼通通都不要 或者藉由他的夫人出面 去攻擊別人 柯文哲就是那種料 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嚴密保護自己家人 但是也不允許 不允許人家來侵犯到我們家人 我坦白講 要是我遇到這種情形 我一定這樣 誰敢這樣 我一定讓他滿地亂爬找牙齒 這是不客氣 這不能碰人家的家人 我是說實在話 所以要碰韓濱 我覺得他自己要想清楚 不要這個樣子 你會一個跳出來 不 因為他像我女兒一樣 他是很好很有家教的小孩 不過我們做政治 靠自己能力去亂攻擊 你攻擊他當事人本人沒關係 你去扯他家人幹什麼 這毫無人性 這我覺得社會應該共憤 共憤這種事情 不能讓這樣的事情 不能容許這樣的事情就對 所以今天民進黨議員 開這個記者會你也不認同 我是覺得這樣 這個議題其實過去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先包括我們現在執政 最被人家拿來消遣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整個社會 對兩黨的要求都一樣 就是說人事權 既然選給這個人 像民進黨現在執政了 那麼他用哪些人哪些人 民進黨我們自己會來負責 那麼除非你從客觀資料看起來 這個就完全八竿子打不上邊 是沒有這一部分專才的 硬被拉上來的 或者不符資格的 那這個才可以講 要不然我說實在話 比方說你誰來執政 你當然要用跟你多少 你有熟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那你怎麼可能說一個 你完全都不認識的 只因為他是什麼什麼專家 你就把這個權柄交給他 這也不可能的事情就對了 所以我是覺得兩黨 遇到這樣的是 大家應該客觀來看 就是很簡單講 就是你要以他最後 最終的成績來看 這個人做到底有沒有做好 我覺得這個倒是很重要 那人事權誰來當主官 誰主政的 當然某個程度就是 就是你要信任他 他的人事權 他如果真的就是那麼不堪 要去任用私人 要去拔著那完全沒資格的 這九二九是一個兩個 幾個下來 那會被社會看清楚 大家會唾棄的 所以我倒是覺得 結論就是看用的這個人 最後的成績 就有辦法知道是不是 是財是所 民進黨先前包括陳菊 被這樣羞辱糟蹋的更多 剛才俗華就唸了一堆 可是大家看得到的 如果這硬要扯說是陳菊 任用他的親信的話 可是你看陳菊12年的 高雄市政的成績 他有六度是 22縣市長的第一名 六度的票選 他的市政滿意度 他認為說70%以上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你是不是親信 這一個部分我們應該授權 你既然選你 那你就去自己看著辦 你好好用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覺得所有從政者 要經過千錘百鏈 這個韓國瑜我覺得 剛才開始而已 我是說實在話 你自己就要經得起打 這是這種各方面的挑戰 你是在鼓勵他嗎 我的看法 所以因為大家剛剛一直都在 講說 消遣說是我們民進黨 跟著他說 就兩黨一起打 沒有 像我個人 我就是區分得很清楚 我跟韓國瑜統獨的對立 最後的政治上的這些對立 都一樣在 但是即便是政敵 我們應該互相尊重 我尊重的就是說 我也提醒他 也鼓勵他的就是說 你要經得起打 你要經得起打 所以像這種污蔑 這有的可以容忍就算 可是有的你要追根究底 就像剛剛我講的 蔡政委員的這個 這個你要追根究底 不是說你不當市長 或不選總統就可以算 這個一定要他們給個交代 要不然你應該提告 我簡單講 假的爭不了 像柯文哲這種傢伙就是這樣 假的爭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 我們社會有一定的社會的智慧 在觀察 每個要從政者 就是要經過千錘百列 這個怨不得誰的 如果要埋怨 那就是退出政治 我相信 我相信韓國瑜不是那麼脆弱的 我跟他對戰過 我非常清楚 所以韓國瑜拿出 你當初跟我對戰的那個意志力 那個戰鬥力 這些 蔡政委這懶散的 這才只是前菜 我會期許你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不希望看到 一個百年大黨 國民黨失去黨格 被一個財神 就一切鈔票至上 從此韓神就消滅掉 這個是我不願意看到的